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吴忠诚 编辑2021年的11月2号 跟各位聊个话题 其实这个话题很多年我就想搞懂 所谓的这个复制,无性生殖 这本书叫做复制人的迷思 他有讲生殖复制跟医疗复制 这个英文的标题是 A clone of your own 你拥有的复制 然后他的副标题是 The Science and the Aesthetic of Colony 是一个美国的一个教授 一个女的教授她写的 她在做生殖的通识课程 她有报导,她也到各个地方去研究 比如说陶丽阳的设计 培养的团队,还有各地 甚至于在中国大陆也有一个专家 叫做圣什么 一个女性的一个专家 叫什么 圣什么真 我一下子想不起来 在上海 上海的这个人非常有名 他也是在生殖上面 也是一个权威人士 OK 那么那个名字我就不用记了 反正姓 姓 以前都是满洲 东北那边的人吧 或者满洲人吧 他在美国的那个科技的这个单位 工作了十几年 然后他们那个团队的中国大陆的科学家 大概有大概合计起来 在美国工作 加起来年只有三十多年 所以他们也在研究生殖 但是他们是用那个培养 他培养的是用这个 叫盛惠征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的结束校友 他曾经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 工作了将近十年 2002年2月 这本书写的是2004年 现在是2021年很久了 大约是中国干细胞研究的那篇文章 《健报》的三个星期 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开始打电话 寄电子邮件到盛教授的实验室 这个我可不是大听途说 因为当时我正在盛教授那边 这个作者 这是美国人 那这个他们是研究什么 研究那个 他把那个 这个 幼童的 男童的那个包皮 割了包皮的那个包皮细胞 那个细胞核 把它跟这个兔子的卵子的核交换 就是核置换 但是这样你培养出来的东西 是会变成一个兔子人吗 不是 不会 兔子的卵造不出兔子来 因为他里面是有人的这个基因在里面 这个 这个东西就有点像 古代的人认为说 人跟兽胶以后 就会产生牛头马面 这些东西 那是一个简单的这个 简单的想法 那是有性生殖 现在无性生殖 他用的不是受精卵 而是用胚胎 其实这里面 关键技术就是在 这个为什么 长期以来都没办法突破 即使现在很多国家的人 也做不出来 原因就在最关键的那个地方 就是你的细胞核 可以把它抽出来 也可以把它移植一个细胞核进去 可是它会排斥 它如何克服这个排斥 有的是用电极的方法 有的是用化学方法 有的是用合成物等等等 其实那个时间都是它的know how 为什么 因为它有商业价值 比如说陶丽阳 陶丽阳的那个团队 很多人怕他说他去复制人 实际上他从来就没想去要复制人 因为他本身是接受的 不是一个公家单位 给他的那个精源 而是一个私人的就是牧场 也就是药厂 或者是这些续产公司 给他们的精源 给他们的研究经费 他们的目的是要如何研发出来 刚刚讲 我之前讲过 我们在要的这些鱼虎毛皮 要的是这个皮啊毛啊 铁肉啊 这些肉牛嘛 还有奶 甚至于 还有可以从绵羊可以 绵羊的这个奶里面居然可以 因为基因 这个基因 改造基因的关系 可以它的奶里面把那个脂肪滤掉之后 还有一个网 像蜘蛛网一样的网 那个网可以当做什么 当做做防弹衣 你想不出来 绵羊的奶里面 那个纤维可以做成防弹衣 还可以做成什么 做成那个外科手术用的缝线 等等等 你都做梦都想不到 实际上这些科技哈 在我以前读书的时候 我记得我们学校的一个教授啊 他曾经讲过说 他叫我们不要告诉别人 他说那个 台湾已经在养 养殖这个 这个 这蚕啊 就是就是就是那个 呃 蚕宝宝 然后加上可以抽丝的那个蚕 所以台湾的那个 所谓的那个蚕室研究所哈 已经研究出来说 蚕一定要结茧嘛 结成一个一个 椭圆形的一球嘛 可是你要把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破坏的话 要不然他就要破茧而出 那个 那个蚕变成蛾的时候 他要把这个 这个这个 给他咬破一个洞 跑出来 变成一只鹅 然后他变成蛾之后 他继续残卵 他的生命周期就是这么简单 交配以后残卵 那但是这个 这个残茧 只要被他咬破一个洞之后 就没用了 因此实际上就是那个 残在那个 他做蛹的时候 在那个残茧里面的时候 就要拿去煮 把它煮死之后 然后就在热水里面 滚水里面 就可以把那个湿的头子找到 然后就一拉 就一个残茧 就是一整条湿 然后最后 那个里面的残茸出来之后 有的可以当做飼料 有的可以当做拿来炒来吃 等等 可是 那时候我们的教授 40多年前 我们那学校教授讲说 他告诉我们一个秘密 叫我们不要告诉别人 所以台湾已经研发出来说 他们让那个残在 在那个木头的格子里面 用木头钉的一个方格 像书架那样的方格里面 很小的格子里面 让那个残在里面吐丝 在里面吐丝的时候 吐出来的丝 并不是一个椭圆球的状 不是 最后那个残 以为他自己在那个茧里面 实际上他在茧外面 因为那个 就像蜘蛛的丝一样 他把那个丝全部吐完之后 原来是全部都是在那个方格里面 因此那个残 你不用伤到那个残 你就可以直接取丝了 因为那个丝是在 黏在那个木头的方格里面 所以就是简单讲 就是把这个原来 他的生命形态改变了 他原来的那个 生理的结构改变了之后 会变成这样 另外就是 有的人讲 曾经有一个出土 不知道是汉朝还是更早以前的 有一个叫天蚕衣 那个衣服的那个清的程度 就像现在女人的情趣内衣一样 但是那个时代是用丝来做的 清到什么 清到只有几盎司而已 风一吹就跑掉了 因为它是透明的沙 但是用蚕丝做的 结果现代人仿造不出来 仿造不出来 就翻古典 翻古典的时候才知道 原来有一种蚕 是比较迷你型的蚕 一般的蚕可以长那么大 它那个只有一点点大 它吐出来的丝非常的细 必须要用那种蚕 于是又养了那种蚕 之后吐出来的丝 最后仿造成功了 这个时间花很长 这也就是 我们用生物 这个是中国古典的生物科技 那如果是现在来讲的话 你想要那个蚕土的丝的粗细 可能你都可以用从DNA来改造 也就是基因 这个改造基因 现在很多的什么叫 那个基改食品 比如说大豆 什么 我这个豆浆不是基改 不是基因改造的大豆 很多人都很害怕基因改造 实际上基因改造的问题 当然也有 因为基因改造的第一代 它是无性繁殖的 或者移植了某种的东西 比如说动物 动物身上移植了植物的基因 植物身上移植了动物的基因 这个都是架接的典型 就像以前我们小时候 自己家的果树 一棵果树你可以结出不同的果子来 乃至于说 比如说以芒果来讲 好了 你芒果有很多种 你一棵树里面 可以长出不同种的芒果来 因为它的形状什么都不一样 是你用结枝的方法 架接嘛 这就叫架接 结枝 结枝简单讲叫架接 那个插枝 就是所谓clone 插枝在那个术语里面 叫做扦插法 我刚开始学到的扦插法 这不就是插枝吗 为什么叫扦插 因为扦插法里面 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细分层 很多很多种技术 那我们不在这边谈 那是原液技术 我们不在这边讲 今天跟各位聊什么 我曾经讲过说 那个这本书里面 实际上讲到 这个克隆的技术 就是那几张关键的图 还有几张关键证据 比如说现在已经克隆出来的牛 人家愿意公开的 还有导立羊 陶立羊的那个前面 还有两只羊 除了这之外 在这个两只羊 后面还有一只羊 那只羊是希望说 它有特殊功能的 而且都达到了 可是这些达到的就是说 我们看到的是成功的例子 失败的例子很多 比如说陶立羊 他前面就有37次是失败的 也就是有37个死胎 或者是腰折或者怎么样 那只有陶立羊存活了 但陶立羊存活之后 他还有其他的问题 比如说他有过肥的问题 他很喜欢吃 没有运动 再来就是他为什么年纪轻轻就得了那个风湿性关节炎 这些东西都是大家疑虑的问题 但是那些那些单位的人他没有公开来继续后续来解说 而且大家因为陶立羊生了六只 他生了六只羊宝宝 都是有性繁殖 就是交配生下来的 这六只的后来的后续就没有什么人在跟踪了 因为他的那个新闻性已经过了 但实际上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非常 如果是用这个遗传学来讲的话 你必须要观察 为什么用老鼠的时间 就是因为老鼠一个月就一胎 一胎就十几个 所以他的那个繁殖速度很快 因此如果说你要投药的时候 你很容易知道说 这个药的药效会不会遗害到下一代 或下下一代 会不会影响到那个历代 那通常药效都要这样子 那讲到这个大家可能就会想到一个 现在我们不是新冠病毒疫苗吗 疫苗性的制造疫苗 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用蛋白质法 另外一种就是RNA法 RNA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核糖核酸就叫RNA 那我们平常习惯就讲DNA DNA叫去养核糖核酸 那很多大陆常常讲说 你看在路上随便有疫区的地方 马上抓到路上抓的人就检验RNA检验 那RNA检验是那么容易的吗 如果你要做一次DNA检验 在台湾是要六万块钱 也就是你亲子鉴定 六万块钱 大陆稍微便宜一点 有公家机关在做 私人的这种诊所也在做 但是它这个做起来 因为机器设备 这些东西都是进口的 所以它的那个精准度 问题几乎说可以说没有问题 只是公家机关它有公信力 而私人机关它可能 这公信力比较差 是因为它可能会有 其他的这个 其他的因素介入 而不是科学因素 那因此 其实讲的那个RNA 那个核糖核酸这个东西 就是这两种方式来 来制造疫苗 所以我们有讲说什么 那个莫德纳 又是什么 BNT 又是什么 一大堆很多很多的 一大堆的名称 AZ 什么的 那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急救章 按照疫苗的原理 免疫学的原理来讲 这些东西的实验的时间都不够 就算你加速实验 叫Agin Agin 也不够 所以Agin 就是用大量 用大量来做 那 从开始的时候要做动物实验 动物实验都没有问题之后 再来做人体实验 这个时间都要好多年 现在 才发生 马上就做出来疫苗 所以 打下去之后 有些人就死亡了 死亡 但因为他的风险太高 因为很多未知的因素还在里面 不知道 那死的如果是普通人 也就 也就不会那么轰动 死的是有名的人的话 那问题就很大 比如说身体很强壮的 比如说什么头脑很好的人 等等等 这些人突然死了 什么原因呢 不能说你说 因为他是心脏衰竭什么什么 用其他理由来撇清这个关系 实际上那关系还是不明 可以这样讲 但是跟这个疫苗有没有关系 当然是 当然是有关系 因为刚刚讲过 我曾经问过好几个大学毕业的 而且是类似本科的人 问他说 你打了哪一种疫苗 他不讲 后来问他 问他 问烦了 我说你不是专家吗 你什么 我根本不打 年纪轻轻他就不打 我说奇怪了 那你打不是总比没打好吗 没打说不定还好一点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这疫苗的可靠性 如果你不知道它可靠性的话 你就冒然打下去 就会那些人就莫名其妙死掉 那死掉的时候又怕传染 当然那死掉的原因 他不是感染 他不是已经染疫 染疫的人是要立刻就火化 连家人连最后一面都看不到 那我之前已经在历次已经讲过 我说首当其中的是那些脏仪色的人 处理遗体的人 可能如果按照这两讲的话 医院就应该辐射焚化炉 直接由医护人员直接把它 一起焚化掉之后 把那些所有穿戴过的衣服全部一起火化 全部烧成灰 才能够彻底的消毒 然后杀菌 杀灭这种病毒 因此那个人 他说他不打的那个人 实际上还真的是 他是用专业的角度来看 那这本书里面讲到 讲到的这些东西里面 因为这本书是2004年写的 现在看起来觉得有很多地方是很好笑 什么很好笑呢 因为他那时候的那个美国总统是小布希 小布希已经下台之后 还有那个谁啊 那个已经上了三任了 现在是第三任 那个小布希之后 还有那个黑人总统欧巴马 欧巴马之后还有一个那个川普 川普现在是这个 现在这个叫什么的 但是这个 这个 关于这个复制科技的法令 各国都 都不一定 那真正的最开放的地方 居然是英国 英国的上议院下议院 都是最古老的这个议会方式 各位看看英国的上议院 一个大桌子像会议桌一样 两边 排了两个党派的人在那边 然后在那边 像菜市场吵架一样 这样子居然可以全世界最先用了这个 复制的这个法令的 制定开放法令的就是英国 美国是禁止 德国也禁止 可是他在这个 在这个复制的过程里面 发现了干细胞这件事情 所以很多的很多国家的人 像德国也是 他愿意进口干细胞来解救那些 那些重大疾病的人 比如说脊椎损伤的人站不起来 他打了干细胞之后 他居然可以复制 那什么叫干细胞 今天就跟各位讲 第一个刚刚讲到的是DNA DNA叫做双螺旋 所谓双螺旋就是 它本来就是一个螺旋 有两个螺旋交互在一起 中间有很多的键连在一起 那所谓的基因改造 就是改造这个 把这个排列的序列 所有基因的DNA的序列 排列的序列 每一个位置都有它的意义在 每一个位置是控制某一种遗传因子 那你把那个遗传因子拿掉 自换别的上去 光是讲自换这个东西 好像很简单 把这边截断 然后把另外一个 比如这些植物的 你把动物的这一段来接上去 不是这么简单的 看起来好像就像这样子 像玩积木一样 实责不是这样 这就是所谓基因改造工程 就在这 所谓基因工程 就指的改造这个东西 从源头改造 而不是靠什么 不是靠这个基因的这个排列组合 我们一家有好几个兄弟姐妹的时候 你就发现差异很大 有的孩子特别聪明 有的孩子不行 但是都是同一个父母生的 那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这就是有性生殖的 有性生殖的一个 最让人捉摸不定的就是 它是一个基因重组排列 所以有的人讲说 可能是灵魂来自不同的地方 刚刚今天就来跟各位聊这个 所谓灵魂 等一下我们再聊到 灵魂有一个新的概念 那这个基因的改造 像比如说那个植物 它原来有病虫害 它加入了 它改变基因之后 病虫害对它不发生作用了 那些虫子不再找它了 那些病虫害也就无疾而终了 也就没有了 它就是一个完全的健康宝宝 那这种健康宝宝在大自然里面 仿佛是违反了天意 什么叫天意呢 好像是自然法则就叫天意 实则不然 那其实这个基改食品 最大的问题是在于 因为你是用那个温室里面培养 可是你这些 你如果要用虫霉的话 要用虫子来帮它繁殖的话 那你这个虫子本身 它有带了DNA 混入这个里面 再来就是万一你这个植物 散到外面去的时候 又跟这个原始的这个物种又交配 但产生的下面那一代 不在你的控制范围以内 会不会造成灾难 那有的人是有的人比较担心说 是不是喝了那个什么 那个基因改造的大豆的那个牛奶 小孩会得高丸症 或得卵巢癌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多余的 多余的固力 实际上它的那个变成食物的 当然你变成食物 你吸收到身体里面 你也可能会 会让你的基因里面带有那种基因 这个是无法避免 除非你就不用基改食品 简单讲就是这样 第一个概念就是这个DNA 所谓双流旋就是这个意思 那第二个就是干细胞 现在很多的广告 我都看到在里面讲的干细胞 干细胞 干细胞是什么东西 干细胞其实就是在有这个 这个无性生殖里面 做胚胎胎胎胎胎的时候的 发现到一个现象 就是我们精子跟卵子 精子跑到卵子里面去 然后那个金虫 跑到卵子里面去之后 金虫的尾巴自己断掉 剩下它那个金虫的头 然后跟那个卵子 两个就相结合 结合之后就 就形成胚胎 这是我们以前读的 那个所谓胚胎学 就是讲这个东西 然后那个遗传学就是要讲说 你要优势遗传 或劣势遗传等等 有回胶 反胶 什么杂胶什么 要杂胶的话 才能够抵抗各种各种病虫害 等下 所以杂胶才有优势 杂胶优势 这些都是传统的那个 那个生物学里面都讲过 那是不是现在跟这个 这个基因改造 跟这个无性生殖 就没有关系吗 好像是无性生殖 跟这个基因改造 是跟这个完全是没有关系 其实关系还是还是一样 这些心境的技术 全部都采在旧有的技术上面 一步一步一脚印的 爬上来的 旧的知识完全都存在 比如说血型 在没有发 没有那个没有发现DNA之前 以前用血型来辨识 那还有就是 刚刚讲的那个遗传学 就是讲的 讲的那个遗传的优势 这些东西就是遗传学 那这些东西现在 如果说你在用的遗传学的话 你DNA就要改 改变遗传学的这些因子 那遗传学是不是 是不是还有价值 当然还有价值 这个道理很简单 就是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才能往上看得更高更远 那一层一层的叠 叠罗汉嘛 就是这样 那讲到那个干细胞 干细胞是什么东西 就是一些科学家有研究说 你可以用核置换 也就是你用的那个细胞 不是生殖细胞 不是从那个金虫里面拿到的 比如说陶里羊 是从那个死去的一只羊的乳腺 乳腺细胞 移植到那个 那个母羊的那个卵子里面 把母羊的卵子的卵抽出来 然后把那个 那个死去的一只 一只羊的这个 死去的那只羊的性别都不重要 然后把它的那个乳腺细胞拿出来之后 在显微菌底下 把它的那个细胞核抽出来之后 然后把它注到那个 母羊的那个 那个空的这个细胞 那个卵细胞的那个 所谓的细胞膜里面 也就是那个叫细胞质 把它放到里面去 但是因为它要排斥 所以它用电 还用化学的方式 让它融合 融合之后 它就结合成这样子 它就开始分裂 细胞就开始分裂 细胞分裂的同时 还有一些细胞时间一到以后 它就会死亡 但是你分裂的速度 比它那个死亡的速度要快 所以它就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然后等到这个细胞 这个叫胚胎 把它这细胞分裂到一定的数量之后 再把它植入到母体的子宫里面去 所以所有的无性繁殖 仍然还需要用到母体的子宫 也要着床 它直接是用那个 用针管直接放到你的子宫里面 去让它着床 着床之后 你继续怀胎 只是你怀的那个胎里面 没有那个 不是受精卵 所以它变成是复制了 那个原来的 所谓的前驱者 就是谁提供 那个细胞核的那个物种 那个是它所谓的前驱者 就是这样而已 可是它后面的动作 就跟以前我们讲的 配胎学是一样的 它也是十月怀胎 然后之后它就开始分裂 那为什么会分裂呢 很奇怪 它拿的是乳腺细胞 不是生殖细胞 不是雄性的精子 我们是认为这精子跟卵子 它有无上的奥秘在里面 因为他们只有他们两个 才能够产生下一代 可是现在用的不是 跟性没有关系的 卵子的那个核被抽掉了 也就是卵子没卵 然后 然后把这个体细胞 把它体细胞的细胞核 把它放在这个卵子的细胞膜里面 它长出来的 那就是复制了 原始的提供细胞核的 那个母体 那个附体 可以这样讲 但是它为什么还会有性别的差异 通常都是复制出来 通常都是母性的 而且更好符合畜牧业的要求 因为母性的才容易繁殖 比如说桃栗羊是母的 它上面两只羊也是母的 那中间还有一只羊也是母的 那刚好符合了畜牧业他们要求 但是问题是 在这个当中 为什么细胞会分裂 而且为什么 那个我们讲眼耳鼻舌生意 最早以前开始发育的是眼睛 那个胚胎里面两个眼睛 大得像金鱼一样 那个两个眼睛还有头 然后身体很小 身体还没头一半大 但是慢慢慢慢就开始发育了 为什么会一个细胞 为什么会变成这么多功能 后来这些科学家研究说 原来每一个细胞都有再生的功能 也就是它有很多种功能 它可以变成骨头 也可以变成肉 也可以变成眼睛 也可以变成嘴巴 牙齿鼻子 还有变成毛等等等 这些所有的细胞 全部原来都是从一种细胞开始 但是发现到人成长之后 为什么我们的骨头细胞 不会在骨头上长出毛来 或者是长出肉来 那在肉里面 为什么肉上面 为什么不会长骨骼出来 我们为什么不会长外骨骼 凡子种种就发现到 原来这些细胞里面 有很多的功能 它出生的时候 带了很多功能 如果用佛经的佛教的讲法 就叫叶 它带了很多叶 那这些叶是什么 它有的把它关闭起来的 比如说它只打开一种 骨细胞它只做 只繁殖骨骼 皮肤细胞 只繁殖皮肤 肌肉细胞 只繁殖肌肉 仿佛分门别类了 可是刚开始的时候 没有分门别类的时候 又是怎么回事呢 那就叫做干细胞 干细胞是无所不能的 它可以做你的脏器 也可以做你的气 也可以做你的皮肤 做肌肉 做什么 做牙齿 什么样子的东西它都能做 那叫干细胞 那为什么说现在干细胞 这么的 这么的那个 盛销承上 就是因为 脊椎受损的人 比如说那个 美国那个 那个隐形超人 他追马之后 脊椎受损之后 他腰 这个脖子以下都不能动 然后那个时候干细胞一直在 因为干细胞要从胚胎里面得到 而现在得到胚胎 最容易的 最容易的手段就是什么 就从那些流产的胎儿 有些流产的胎儿已经有人型了 那从它的胚胎里面去 去那个 去找出这个干细胞 因为胚胎正在剧烈的发育 它原来没有 它原来那个肝肾什么功能都没有 你看那个头那么大 脸巾那么大也没张开 所有的东西都不齐全 那为什么不齐全 会在母胎里面继续发展 然后那个肝原来没有的 肾没有的 什么肠什么都没有 它为什么会继续在这边分裂 然后继续会制造出这些东西 都是干细胞在做 所以从胚胎里面是直接找 讲到这边你会想到一个东西 就是那个中国古代的那个 在中医的经典里面都有讲 本草纲目什么这些医书里面都会讲 有一种人的胎盘叫做 在中医里面叫子核车 那现在的医学里面有一种叫返老还童的 就是那女人想要住院有树的话 到瑞士去打什么 胎盘树 胎盘 胎盘就是胎儿的外面那个包衣 各位如果你亲眼看过你的孩子出生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包衣 包衣是一个白色透明的东西 像一个塑胶袋一样 原来的胎儿就在那里面 那个包衣破的就叫破水 里面的羊水就跑出来了 但是那小孩 那时候你已经看到那小孩已经出生 他还没有哭 他还没有用废 所以生命是非常奇妙的 等到那个小孩从那边拿出来之后 等下第一件事情就是 人家把他眼睛给他擦过 免得感染 再来就是把他倒过提 倒过提 然后他如果还没有办法再呼吸的话 就要打他屁股 让他叫 他喊的第一声 哇 就是他的肺开始使用 起用了肺 这个起用就是start 也就是等下我们讲的激活 激活这个 激活的英文叫做activity 那等一下我们再讲这个激活 先讲这个 各位如果你看过 像我的两个孩子在出生的时候 我都亲眼看过 也看过包衣 也看过我们家以前养的狗 养的猫 他们在生小狗 小猫的时候 那个包衣 通常那个狗跟猫很奇怪 连马驴这些动物 他们也都是这样 他生完之后 他的那个下一代 在那个包衣里面 有时候出不来 他还会去 直接去舔那个包衣 有时候直接会把那个包衣给吃掉 吃掉 因为那个里面 据说有很多的补品 因此 在古典小说里面 常常有那些什么 那些那个那些 那个江阳大道 在里面什么 晚上跑到那孕妇家 把孕妇杀了之后 把肚子破开来 取他的胎儿 要做什么 要做纸盒车 因为那个东西 是一个无上的补品 关于这样子的 这种历史小说 那种传奇小说 笔记小说里面 这种故事多了去了 所以孕妇一直一定要被保护 就是因为 因为古人相信这个 中国古人相信这个 外国人相信 当然相信了 我讲过 现在你要打太盘树 你要到瑞士去 那些国家在研究这个 太盘树哪里来呢 就从那些夭折 或者流产的那些胚胎里面 取得 中国大陆还 香港有个电影 一个中国大陆女的演的 演的挺有意思的 就讲说那个 他之所以能够住原有树 就是因为 他一直在 一直在吃那个 婴儿的这个胎盘 喷条 喷条婴儿胎盘 结果有一天他 他没有货了 结果他就开始 就开始就 货供应不上之后 他就开始变变异了 就变丑了 变成了 长出毛来什么什么的 变成一个妖魔鬼怪了 现代的科技 科技版的科幻 科幻的一个故事 而且身上还变臭 等等 那也简单讲 就像那个 聊天志宜里面讲的 鬼魅 可见 所有的人 对这个胎盘 都是情有独钟 包括最新的科技 也是情有独钟的胎盘 为什么 就是因为干细胞 干细胞 它就是一个细胞 但是呢 这个细胞可以变成 任何千万种变化 千万种变化 它可以变成 变成你的脏器 可以变成你的器官 可以变成什么 一切都是干细胞在做主 所以干细胞 它有再生能力 那其他的细胞 体细胞 成体细胞 能不能做干细胞呢 你可能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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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去哦